浓缩的语言 经典的表达 中华传统文化中 最精致 最璀璨的瑰宝 短短几个字 就是一段历史 一个故事 一种情感 一番人生感悟 想领略一下 成语世界的精彩吗 那就跟着漫漫老师 一起进入漫谈成语的 世界吧 大家好 我是漫漫老师 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要和大家谈的成语是 行用共母 行用共母是全项24校诗选 也就是24校中的故事之一 讲的是东汉时期 江阁的孝行故事 原文是这样的 后汉江阁 少师父 独于母居 遭乱 父母逃难 树遇贼 获遇劫之去 阁折七告有母在 贼不忍杀 转客下批 贫穷罗险 行用已共母 母使身之物 莫不必给 有失为送 诗曰 父母逃危难 穷途贼贩平 告知方豁免 用力已共亲 根据后汉书列传记载 江阁自赐翁 是东汉时期齐国林资人 后来官智建议大夫 江阁自幼丧父 和母亲相依为命 当时正值西汉末年 往往建立新政 但好景不长 不久就战乱不断 天下大乱 盗贼私起 这些盗贼 不仅抢夺财物 还常常把男子 从家中抓走 逼着他们入伙 为了避乱 江阁就背了母亲 弃家出走 逃难他乡 年迈的母亲 颓教不便 江阁为了减少 母亲的颠沛流利之苦 就整天背着母亲奔波 俗话说 在家千日好 出门一时难 江阁背着母亲 一路长途跋涉 风残露宿 还要躲避盗贼 母亲虽然年老体重较轻 但是路远无清淡 走一段长路之后 江阁往往就累得 满头大汗了 母亲心疼儿子 总是要下来自己走 江阁就对母亲说 母亲不必担心孩儿 侍奉母亲 是孩儿的福气 背着您 孩儿能感觉到 母亲的气息 就像小时候一样 心中很是欢心 会越走越有力气的 一路上 母亲渴了 江阁就给母亲 逃水喝 母亲饿了 江阁就竭尽所能 为母亲找来 可口的食物 到了晚上 江阁想方设法 找到能让母亲 踏实休息的住处 逃难途中 江阁还多次遇到 盗贼要劫持他去入伙 每当这时 江阁就在盗贼面前 苦苦哀求 流着泪对盗贼说 我从小就没有了父亲 孤苦伶仃 是母亲含辛茹苦 把我养大 如果没有母亲 哪有今天的我呀 如果我随大王去了 留下老母孤零零一个人 这兵荒马乱的世道 母亲如何能保全了生命啊 恳请大王 念在我供奉老母的份上 就放过我们吧 江阁如此孝心 让盗贼们 无不为此动容 不仅不忍杀他 更不忍把他劫走 就这样 江阁每次都以他 制成的孝心 感动了盗贼 化险为夷 有的盗贼 还为他们指路 告诉他们 如何避开官兵逃难 在古代 那些盗贼 并非都是生而为盗贼的 多数呢 都是因为世道黑暗所迫 丧失了本性 沦为了盗贼 一旦见到江阁这样赤诚的孝子 他们被埋没的本性 也被唤醒了 让江阁母子二人得以平安 江阁一路背着母亲 流落到了江苏省的夏皮县 在这里居住下来 这时的江阁 已是一不蔽体 足无登律 为了供养母亲 他就这样赤脚 为别人帮用 赚取微薄的收入 维持生活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 凡是母亲日常需要的物品 江阁从未让母亲缺少过 到了光武帝建武末年 西元56年 盗贼平息 世道建区太平 江阁就与母亲启程 返回家乡 在家乡 每年都要审查户籍 县里要求家家户户都要去登记 通常乡亲们都是坐牛车马车去登记 但是 江阁担心年迈体弱的母亲 经不起牛车马车的颠簸 就亲自拉车 时时注意脚下的路况 尽量让母亲少受颠簸之苦 乡亲们看到后都称江阁为江俱孝 他的孝行也不禁而走 当地朝廷官员听说后 就备好聘礼请他入室为官 但是江阁都以母亲年迈 需要照顾为由 蜿蜒谢绝了朝廷官员的好意 后来年迈的母亲去世了 江阁悲痛欲绝 他在炉木旁截炉 为母亲守丧 因为对母亲的思念 他睡觉的时候也不愿脱下丧服 就这样度过了整整三年的守孝期 汉明帝永平初年 西元58年 乡亲们敢陪他致孝的美德 就举荐他为笑脸 补兽楚太仆 但是仅一个月后 江阁就弃关而去 楚王英派人快马追他 他也不肯回去 随后楚王英又派中父 给他赠送财物 江阁也辞谢不肯接受 最后因为三公的命令 他才去赴任 建初初年 太尉谋容举贤良方证 江阁又再着身为司空长使 东汉皇帝对江阁非常尊敬 礼遇有加 升他为五官中郎将 每逢朝会 皇帝常派虎奔服侍江阁 在江阁敬拜时 常常对他行注目礼 有时江阁因病不能参加朝会 皇帝就派太官给他送去韭菜 恩宠有加 由于皇帝对江阁的敬重 京师的皇族贵妻也仰慕他的美德 纷纷馈赠礼物给他 表达敬意 对此江阁既不会信 也不接受礼物 皇帝听后 对江阁的品行更是大家赞赏 后来江阁因为年老有病 上书请求告老还乡 朝廷就转败他为建议大夫 赐他告老归家 元和中年 皇帝想到江阁的致孝 就让相国下诏说 建议大夫江阁因病还乡 如今不知其起居状况如何 孝道是百行之首 众善之事 国家每每想到人人之事 就没有不想到江阁的 特命信雅用股千壶赐给俱孝 每年八月派长吏去慰问 送养酒直到他终老 如果去世了 就要用终老来祭祀 所谓终老 就是丧礼时 用羊和猪两种牲畜为他祭祀 正因如此 江阁的俱孝的声明 就传遍了天下 在论事中 像江阁这样侍奉母亲的 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 而江阁的智孝 正应了孝经中所讲的 用天之道 分地之力 谨身节用 以养父母 孝子忠诚 端正至诚的品行 像日月一样 能永恒的照耀世间 江阁在如此艰难的境遇中 能让盗贼感动 赢得了自己和母亲的安全 并在流落他乡 身无纷纹之时 能为母亲做最好的效养 可见 孝子之心 并不受环境的影响 人只要有一颗真挚诚心 在任何环境下 都能做到孝亲尽情 这就是形容共母 这个成语的内涵和典故了 好了 今天的漫谈成语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关注订阅我们的节目 并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 帮助我们传播传统文化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会 咱们下次再会